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 今天首先要来看的经文 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三到第五节 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三到五节 我上一次来这边讲道的时候 也讲到这个经文 我们讲到的是讲到神赐给我们的盾牌 今天我们是要来看到 神所赐给我们圣灵的剑 首先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可以的话一起来念出来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到第五节一起来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银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 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顺服基督 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三节第四节 他一直在告诉我们有几个字是不断的重复 一个是征战 一个是血气 所以我们先从这边开始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我再次强调一遍 他说我们不是我们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一个是血气一个是征战 那我先来讲征战这个概念 各位啊你现在所处的状况 我们可能非常的安舒 非常的安逸 可能在你四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 像我们在台北 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事情 可能最近我们有一个台风 就这个样子而已 但是呢在世界各个地方呢 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有人感觉非常的一个急迫 这一阵子来在美国的大选 那个整个的一个动荡 人们心里面的一个不安不确定 而且呢这个美国的大选 又影响到整个的世界 整个的一个局势 很多人心里面呢都觉得说 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平静 所以无论你觉得 各位无论你是觉得说 我现在是非常的紧张 或是非常的安舒 尤其在安舒 在安逸的时候 我们常常忘了 我们是在争战里面 各位不是我喜欢 我也不喜欢争战 我也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总是觉得非常的压迫 非常的有压力 但是容许我这样子解释 亲爱的朋友们 圣经说呢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我们就在那个争战里面 你说我没有惹人啊 我在过我自己的生活啊 为什么这个事情跟我有关呢 各位你一定要明白 成为神的百姓呢 神是有仇敌的 神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的 你高兴你不高兴 你喜欢你不喜欢 你不去惹人家 仇敌也会来找你的 我再给你强调一件事情 如果你看不见这个事情 你认为一切都是平安无事的 Nothing is happening 我觉得你会非常的surprise 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惊讶 就是仇敌突然临到你的时候 你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都是在 有那些突如其来的惊吓 突如其来的那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 No 一路上 仇敌就是在针对着我们 要攻击我们 所以讲到说 我们有征战的兵器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花时间来跟你讲 这个兵器 但是在讲这个兵器之前 在哥林多后书 保罗这边一直重复的一件事情 我们争战的对象 不是属血气的 所以不能用血气去争战的 所以你可能觉得说 你有一个仇敌 是你实际看得见的 他一直在对付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不是那一个人 可能是你说 我不明白这个人 为什么这个同工一直在攻击我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的家人 或者是你在工作上面 环境上面 你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人一直针对你 人是属血气的 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 在这个人的后面 那攻击你的 属血气的人的后面 有那看不见 属灵气的 在攻击你 等一下我们来看 以福所书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征战 不是与看得见 是与那看不见的 在征战 所以请你听清楚 所以神给我们的兵器 告诉我们说 我们征战的兵器 也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 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仔细听 我们的仇敌不是属血气 你看得到的 摸得着的 对 来的是你看得到 摸得着的 但是使用他们来对付你的 是在后面那 摸不到 看不着的 但是的时候 神帮助你说 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祂给我们兵器 保护我们自己 这个呢 也不是属血气的 上次我们看到盾牌 牧师在这边 甚至拿出盾牌来 还请同工 一起拿着盾牌 其实神 一直要保护着我们 但是 我们不能用 属血气的方式 神的兵器 也不是属血气的 你人就是用那种 没有更新过的思想 跟一个 有信主 没有信主 有重生 没有重生 一样的一个做法 来面对 人事物 的时候 那个兵器 神所给的兵器 对我们是无效的 因为它的兵器 不是属血气的 你用血气去运作 去面对 所有发生在 我们生命当中的 事物的时候 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件事啊 No 我要告诉你是 那后面看不见 不是属血气的 在空中执政掌权的 它在攻击我们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 在血气里面反应 你不要只看说 这个人多可恶 那个人我恨他 那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不是 你要看 它后面 还有 是我们的仇敌 透过他们 来攻击我们 那我们的反应呢 一定要是按照神的 绝对是在灵里面 不能在肉体里面 事情一临到我 我就发怒 他讲这句话 刺到我 冒犯我 我马上就反击 一瞬间 神所赐给我们的兵器呢 一下子就无用了 上次稍微复习一下 在那个盾牌里面 只要我们一直信靠神 倚靠祂 不要在血气里 我们一直都是被保护着 其实呢 仇敌是看不到我们 只看到神给我们这个盾牌 这盾牌不是别的 就是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要长生在祂的怀里面 几年前我儿子去当兵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讲一个经验 就是说他们当兵 其中有一个课程 就是要学怎么戴这个防毒面具 而且呢 要放防毒面具之前呢 是他们要求每一个人 都要进到一个 好像是一个车子里面 我忘记那个细节 就是他们真的是放瓦斯的 所以他们用很短的时间 告诉你怎么放 而且你就要冲进去 因为你马上就要用 所以他们要仔细地听 可能普通的时候 谁会去知道 谁会去有兴趣 去学怎么戴防毒面具 但是因为接下来 你马上就要面对了 接下来你马上 就要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 人们都很想要学 我现在该怎么做 因为我一学不会 等一下就麻烦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 首先给我们这个兵器呢 到底要怎么用 第一个你要知道 等一下就要用到 甚至今天就要用到了 马上就要用到了 除非你认为 天下太平 什么事都不会有 但是你如果知道 接下来就要接受挑战 接受考验的时候 甚至极大的一个冲击 要临到的时候 你会很认真想知道说 这个到底要怎么用 那个要怎么用 我现在需要 你如果没有那个急迫性 那这个道呢 对你来讲 是没有多大的一个意义 但是呢 我相信在很多的弟兄姐妹 无论你在哪里 你现在在听 你可能不是在安书里面 也不是在安义里面 你现在有急迫性 你一定要知道 否则你连今天 都没办法面对 但是对那些 活在安义 安书里面的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误会了 你不要误会了 你以为你现在 什么都没有事 我们人就是在争战里 我劝你 你还是要会 你要是不会的话 随时事情临到 尤其是当你觉得 一切都太平的时候 一切都是平安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惊吓 会把你给毁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 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呢 那我们来看第六章 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 可能很多的人听过 但是我们要来看 这一段的经文 而且我们一起来念 以福所书第六章 第十一到第十七 我们同声来念 从十一节来 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 仔细听哦 因我们不是于 属血气的征战 再讲一遍了 不是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的 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当作 护心境遮凶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 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 那恶者 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我们特别来看 先来看第四三节 十三节说 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站立得住 现在就是磨难的日子 你现在认为 现在不是磨难的日子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是 其实在基督徒的 这个生涯里面 我们常常遇见 磨难的日子 我再一次讲 我最担心的是 那活在安苏里面 安逸的基督徒 你认为一切事情都没有 但是你要非常的注意 十二节说什么呢 你往前面看说 我们不是与 数血气的征战 再讲一遍 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 管辖着幽暗世界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 恶魔征战 十三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 拿起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所以你可以抵挡仇敌 而且在磨难的日子 成就了一切之后 还可以怎么样 站立得住 很多的人 已经站立不住 很多人没办法 抵挡仇敌 所以就崩溃 倒塌 而且呢 整个是没办法站立 倒在地上 我记得 讲到这个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其实很多人呢 对这个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一直觉得说 是非常 觉得神秘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我就想到一个 好笑的事情 以前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才 那时候其实信主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 在高中的时候 都没有好好在追求 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到大学的时候 才开始认真 可是那时候 在认真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 太好的一个指引 所以我们常常不清楚 觉得说 有征战 有征战要怎么办 我遇到困难了 遇到这个 好像魔鬼要来找我 那怎么办呢 人家就跟我讲说 你要带 全副的军装 神所赐的 全副的军装 而且那时候 被教导就是说 你每一天 出门之前 都要戴上 神全副的军装 所以真的 真的 我不怕你笑 出门前 我祷告完 出门前 我会看着镜子说 以真理当作 带着束腰 公衣带着护心镜 平安当作鞋子 穿在脚上 然后旧恩的头盔 然后这个 信心当作藤牌 圣灵的宝剑 穿好了 全副军装 我现在可以出门了 以为说这样子 就没有事了 但是那天 又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就不明白 我不是穿戴 全副军装 为什么还遇到 一些事情呢 所以我就打电话 去请教 一些属灵的前辈 他说你是不是 那个早上穿的时候 没有穿好 或者提醒我说 那你应该要 常常穿 你知道吗 那时候有一段的时间 我每天都神经兮兮的 就生怕这个全副军装 没穿好 整天走到一半就说 这你当作戴着束腰 穿鞋子 然后拿起宝剑 什么戴上头盔 各位 全副的军装 不是一个咒语 不是行什么法术 你只要念一念 它就会有的 我认为很多人 对神的全副军装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明白 各位 我用几个概念 跟你分享 第一个 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这是我对这段经文 的一个认识跟明白 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不是我用念的 而是你真的要明白真理 一个人有谁可以 掌管我们 约束我们是真理 整顿我们自己是真理 告诉我们说 信德当作什么 护心境 公义当作护心境 救恩的头盔 这些不是只是 念出来的一句话 而是神要做在我们里面的 而且放在教会里面的 我准确一点认识的话 神的全副军装 这一些 无论是真理 无论是救恩 无论是平安的福音 我怎么知道 我往哪里去 一定是跟着福音而去 面对很多的挑战 跟征战 我认为呢 那个都不是只是一个道理 我认为呢 整个你对 如果对圣经 明白跟认识 尤其对征战的一个认识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很细 我的时间也不是很多 但是你仔细听 我认为呢 圣经里面在讲 就是一个肢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肢体 征战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可以征战的 我认为是一群人在征战的 有人是真理 有人是拿着什么呢 公义 有人是传福音的 有人是旧婚的 有人是什么呢 信德 信心当作藤牌 有人是圣灵的宝剑 我对征战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概念就是 他不是一个人 他的感觉是一群人 有人是负责真理 有人是拿盾牌的 有人是拿着箭的 有人是戴着头盔的 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神所赐的 全副的军装 各位我上一次也提到 那个神给的那个盾牌 也不是只有一面 它有大跟小的盾牌 而且当它围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一座城墙一样 仇敌在射箭的时候射不进来 所以容许我这边稍微再讲一下 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去争战 在历史里面 你听到所有的 在历史里面去打仗的 有谁是一个人去打仗的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认为 我一个人可以去打仗呢 第一个有争战 很多人不晓得我在争战 以为现在在太平的时候 No 有争战 第二个 谁争战一个人去打的 你真的不能成为一个 落单的基督徒 我甚至讲到这么样子的 一个极端就是 你没办法一个人当基督徒 或者是你没办法一个人生存 你需要一个群体 所以请问一下 你旁边有人吗 你有基督徒吗 你知道我们甚至在 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平台 跨越的平台里面 也提供这个小组 为什么呢 就是让大家可以在一起 你需要被保护的 你不能落单的 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 就是要找那个落单的 要把它吃掉的 要吞吃的 可是那个人冒犯我 那个人 No Listen 你一不注意 你一不小心 你就被仇敌吞吃掉了 不是开玩笑 你不要想说我多么厉害 你看我带着神的全副的军装 我多么 No 我不管你 当多久的一个基督徒 你一定要明白 你需要其他的基督徒 我再跟你讲一遍 你旁边有信徒 有基督徒可以跟你一起 我们教会里面常常发现 人们因为常常落单 然后遇到事情 在那边呼救的时候 我们就要让一些的弟兄过去救他 那边又有呼救又过去救他 原来我们本来是一群人的 常常被分散 是何等样的一个危险 再来 我再继续讲这个兵器 你听 兵器里面 他讲说神所吃的兵器 有护心镜 有袋子 有头盔 这些是带在身上 你知道 仇敌是对我们射火箭 那问题是 仇敌常常是处在 看不见的地方 你不要以为 再跟你开玩笑 我在跟你讲一个事实 是仇敌真的是在的 他们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就像我在摄影棚 四周围 我除了现在在我前面有光以外 四周围全部都是暗 所以今天我在光中在走的时候 仇敌在哪一个方向 我不晓得 他就是对我们射火箭 你不觉得 我们是手无寸铁吗 对 如果打到我的护心镜 感谢主 我有护心镜 打到我的头盔 感谢主 我有头盔 但是我们一直都是挨打的 你不觉得吗 我仔细再快速一点 再告诉你 可是神没有打算 我们一直都是处于 在挨打的情况 所以他赐给我们什么呢 盾牌嘛 信德当做臀牌 信心 信心当做臀牌 我讲过那个臀牌有大小的盾牌 而且四围的盾牌 我今天不再重复上一次讲的 你有空去看我上一次讲的 讲到这个盾牌的这个部分 你一定要明牌 否则你常常被攻击 而且射了全身都是剑 但是我今天不再重复上一次的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盾牌 我是要讲到圣经里面讲说 最后告诉我们说 拿起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从一个没有盾牌的时候 我是完全无助的脆弱的 谁都随时可以攻击我 到我有盾牌的时候 抽屉打不到我 但是我还是挨打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 神告诉我们说 祂赐给我们圣灵的宝剑 中文翻圣灵的宝剑 原来就是圣灵的剑 没有特别加一个宝剑 圣灵的剑 那这圣灵的剑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道 神的道 各位你一定要明白 这样子好了 为了帮助你 可以更清楚的记得 我用一个方式让你记得出来 我请同工 这个是以前我们练武的时候 拿来练习的这个木剑 我真的没有什么宝剑 所以拿来跟你讲 基督徒不是手无寸铁的 我们是有剑的 神是给我们剑的 是可以抽出来可以用的 这个剑是什么呢 是当仇敌来的时候 祂会惧怕你 祂会害怕你 听一下 耶稣无论走到哪里 魔鬼都尖叫害怕 说什么呢 你来灭我们吗 因为耶稣无论走到哪里 祂都有剑 仇敌魔鬼恐惧害怕 但是今天刚好相反 我们非常多的时候呢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我们自己恐惧害怕 因为我们手无寸铁 神说呢 祂赐给我们 全副的军装 包括圣灵的剑 我希望你看得清楚 第一个我有盾牌 第二个我有剑 只是很多人说 没有剑可以抽出来 我常常讲有一个笑话 它抽出来是一根筷子 有人抽出来是牙签 甚至有人抽了半天 没有东西啊 大家都不愿意花时间去思想 这什么意思 今天神给你预备了 你不用 跟神为你预备是 天地的差别 祂都给你了 那你什么时候才要用呢 盾牌要用 剑也要用 再看一次 圣灵的宝剑 圣灵的剑 仇敌都要退缩的 这叫做圣灵的剑 圣灵的剑是什么呢 神的道 我现在跟你解释一下 神的道是什么呢 祂说祂正在对你所说的话 那原文叫做Ray 很多说我有读圣经了 你来看一段的经文 在希伯来书 我们再一起大声来念 好吗 我要快速地告诉你怎么运用 但是先来看这一段经文 希伯来书第四章 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大声来念好吗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绝与骨髓都能赤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明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 在祂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入敞开的 请你往前面看 第十二节说 神的道是什么呢 活泼的 而且什么 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都还快 我刚刚拿的是木剑 我爸不能拿一个剑 是两刃的 是两刃的剑 剑是两边 刀是一边的 是两刃的剑 还要快 神的道是比两刃的剑还要快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很多基督徒当得非常非常的窝囊 非常的令人整事 总是觉得无助 无能 觉得没办法 遇到这个情况 遇到那个情况 你可以帮我吗 我们总是好像活在软弱 再加上软弱的里面 这根本不是神的心意 根本不是祂的一个计划 我被打到一个地步 我根本抬不起头来 我被打到一个地步 毫无招架之力 第一个你可以挡住 一切的火箭根本碰不到你 第二个 剑要出去 那那个剑是什么呢 神的道 神的话 各位光读神的话 各位光读神的话是不够的 你还要读到一个地步 让神透过祂写下来的话 对我们说话的那个话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那你说神怎么对我们说话 你要先读呢 已经写下来的话 你如果觉得说这个 我看不懂 对我没有用 那你真的就手无寸铁了 不是吗 你从来都没有这个习惯 读神的话 那你真的要用的时候 你拿什么嘛 没办法 我快速地解释 但是这个根本不是我要着重的点 神已经写下来的话 在希伯来 在希腊文 不是希伯来 希腊文的原文叫Logos 简单地讲 就是那一句一句 已经写下来的话 但是呢 神的话有另外一个 希腊原文叫做Rema Rema就是 祂正在对你说的话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在读圣经 这些都是客观神所写的 这一切记载神所写的 但是在读的过程当中 圣灵拿着祂已经写的话 再次对你吹气的时候 再次感动你 对你说话 你说那是什么 牧师简单地跟你讲 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 你如果真的是安静的 在神的面前读祂的话的时候 有些话会对你有感动 你会有感觉 可能这个话你已经读过十遍 二十遍 一百遍 我不晓得 但是就是那一次 神拿这句话 再次对你说 你就特别有感觉 你就觉得 这什么意思 祂会抓住你 那我简单地讲 因为这个看起来 听起来非常主观 简单地讲 就是神用 祂客观在多年前 写下来的话 再次现在对你说话 那个就是圣灵的简单地说 是你可以用的 来面对你现在所有一切的困难 而且是活泼 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简都还要立 我给你一些的例子 然后让你知道说 在你的生命里面 在你现在的环境里面 可以怎么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第四章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四章 这边说什么呢 这个故事呢 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的 那我就来 你不要念了 我直接念给你听 马可福音第四章 第35节到第41节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斥着风向海 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在第35节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说 第35节 他们要渡到对方去 对不对 然后37节就告诉我们说 忽然起了暴风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本来 那个湖 那个湖 根本没有什么事情 你知道耶稣的这些门徒 是打鱼的 对水 对船 是最熟悉的 从这边渡到那边 也没有多远的一个路 但是呢 在没有预料之下 怎么看 都没有什么暴风的时候 忽然起了暴风 船满了水 波浪打入船内 满了水 以至于他们要去呼叫耶稣说 哎 夫子啊 我们要丧命 我不晓得你的情况 是怎么样子 我要给你表达的是呢 我们人常常震惊害怕 就是 那忽然临到的事情 我没有预期的 这不是我计划 连看都没看到 忽然就临到 那个感觉是什么呢 我要被淹没了 我看不到还有什么未来 各位 他们是打鱼的渔夫啊 可是他们惊慌到一个地步 他们说 上命了 我们要上命了 他把主叫起来说 主啊我要上命了 你不顾嘛 因为为什么呢 他说主在睡觉啊 这什么情况呢 你在睡觉 各位你听啊 故事是耶稣起来 平静了风和浪 他们非常的惊奇 对不对 耶稣起来平静风和浪 他们惊奇 原因是他看到 居然风和浪都听命了 他们很惊讶 因为他们根本没想到 这个事情会发生 那你认为他们把耶稣 叫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要死啦 你不顾嘛 他如果不相信 耶稣可以平静 那你把他叫起来干什么呢 跟我们一起担心啊 跟我们一起害怕啊 当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去告诉别人 去告诉主 其实不是要他解决问题 是要一起看到说 我们快灭亡了 我们要灭 我们怎么办 真实来讲 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受 是很真实的 真实到一个地步 我们觉得要丧命 包括耶稣在船上 他们在做 耶稣要他们做的事情 渡到对边去 人就要丧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是怎么样子呢 你是否觉得 非常的困难 甚至要丧命呢 你认为没有出路 你认为 按照你所知道 想没有什么 其他的一个出路 不晓得该怎么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朋友们 你仔细听哦 耶稣醒来了之后呢 对风和浪 对风和浪 对海说什么呢 住了吧 静了吧 他斥责这个环境 住了吧 静了吧 请你注意哦 他对这个环境 不是向神祷告说 神啊 怜悯怜悯我们 救救我们的命吧 仔细看哦 耶稣直接起来 对那个环境说话 斥责他 命令他 住了吧 It's a command 命令 住了吧 静了吧 你看哦 然后他 风和浪 听命了之后 门徒非常的惊讶 第四十节 耶稣转过来 问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长话短说 耶稣期待他们 也可以对风和浪 说话 我们常遇到事情 就不断地祷告 但是呢 其实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等一下再给你看一个例子 是我们需要面对 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风暴 直接对他说话 这个叫做圣灵的剑 这个就是神的话 你要用神的话 面对你所有的困难 你要对他说话 说什么呢 坐了吧 静了吧 Stop 再看另外一节经文 也是在马可福音 第十一章 这个呢 需要大家一起跟我一起来念 马可福音 第十一章 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福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 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二十三节再一次好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了 就必给他成了 先停在这个地方 耶稣说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你知道吗 我们在生命里面 会遇到大山的 我不晓得 你的山是什么 就是那个过不去的 卡在你前面的 主啊 你挪开那个山可以吗 主啊 你帮助我这个可以吗 但是请你注意 耶稣说的 二三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 无论何人 不是牧师啊 牧师 无论何人 意思是包括你 包括我 对这座山 挡在你前面那座山 说 说 speak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go 只要 心里不疑惑 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 给他成了 二四节 是说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说 你要说 说什么呢 神的话 我今天要跟你运用 就是说 如何运用圣灵的剑 第一个 你一定要明白 我们在打仗 第二个 神有给你兵器 但这个兵器呢 不能在血气里面用 你讨厌的人 攻击你的人 不是那个人 是他后面那个属灵器的恶魔 在对付你 第三呢 你就不能用 你的血气来反应 去攻击 去生气 去发怒 嫉妒 或者是呢 就觉得下沉 那一些都不是出于神的 神的兵器 也是属灵的 我们征战是跟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 也是在灵里面 都不在血气 什么叫做血气 就是你还没信主之前 原来所有的这一些的个性 你自然而有的 这一些的反应 都是属血气的 那个不需要神就可以有的 骂 我的难过是 神已经给你这些兵器 全副的军装之外 还给你盾牌可以挡 还给你一个武器 但是你要用它 它告诉你这个武器 不是拿来讲的念的 圣灵的宝剑 不是它就是神的道 你要读神的话 神所对你说的话 你就可以面对你的环境 对你的环境说话 按照你对神的话 神对你说的话的一个认识 对他讲 住了吧 静了吧 生命当中有那个山 不是苦苦哀求 山啊 我该把 拜托你 求求你 对他说 挪开此地 偷在海里 去 现在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这个可以怎么运用 我 很多人呢 在这些的 因为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 就像那突如其来的风暴 让人家非常的惊慌 恐惧 跟害怕 很多人都活在恐惧里 以赛亚书呢 有一段话 在五十一章 第十二节到 第十三节 我念给你听就好 他怎么说呢 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一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我真的觉得是 非常生动的 一段的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耶和华在说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 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 却忘记 铺张诸天 立定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他在说 你是谁 为什么怕那个必死的人 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呢 Why are you afraid? 却忘记铺张诸天 立定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我们怕人 却不怕他创造 宇宙万物 创造你的耶和华 哪个人呢 要变如草啊 今天在 早上在 晚上 拜拜 Why are you afraid? 但是实际来讲 我们总是怕 那有时候人怕环境 很多时候更害怕人 但是 你怕人 却是不怕神 他说 你为什么要忘记 铺张天地 铺张诸天 立定 地基 创造你的耶和华 我们在怕人的时候 在看人的时候 就忘记他 神的话 是要告诉我们 我常用这句话 对自己讲 你在怕什么 你觉得人 要把你吞掉 你觉得人 要把你吃掉 但是你忘了 当初叫你做这个事的 是耶和华 你在怕什么 What are you afraid of? 你在怕什么 下一段经文 我再念给你听 罗马书第八章 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 罗马书第八章说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不是旧约 信约说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对我说 祂是帮助我的 神帮助我的 神也是帮助你的 谁能抵挡你呢 所以听我讲 你对你的环境 我不管它是大风大浪 你的船要沉了 请你务必看见 耶稣一直都在船上 你帮我吧 No 神说 你自己去处理 你对那风和浪说什么呢 住了吧 静了吧 你不知道 神给你这个权柄 神给你话 Speak 你要命令 你对这座山说 你对它说 各位 你的山是什么 Go 对它说 不要怕 不要怕 那些人 吵啊 一下就不见了 神是帮助你的 谁能抵挡你呢 各位 在这一切的大环境 的一切的困难 有的不是大环境 在你的小环境 在你日常 你遇到这些的困难 你不要总是觉得 Hopeless 我好无助 我好软弱 我好渺小 你误会了 神给你极大的权柄 圣灵的剑 就是神的话 比一切 两刃的剑都还要快 是活泼 有功效的 让你可以发出言语 看待你的所有的环境 对它讲说 住了吧 静了吧 它一定要听你 对大山说 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弟兄姐妹 在我们一切的一切的理念 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主 但是神的同在 是要赐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去面对 不是什么就说 主啊求求你 拜托你 他都把兵器交在你手上了 你认为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把剑交给你 好让你再交给他吗 他把盾牌交给你 你认为 不是要你去挡吗 不是要让你去攻击吗 发出命令吗 你明白吗 所以很多的时候 神给了我们 你不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有所亏损的 求主赐福给祂的话 你今天听见祂的话 反正有耳的就应当听 让我们一同起来 今天最后的时候 我等一下要回答你的问题 你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问 因为我们刻意一定要做这个直播live的概念 就是我们要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能跟你互动 而且可以为你来祷告 所以我们有陪谈室 你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同工 各位啊 大家都忙 那为什么愿意呢 就是愿意来服事 我们有同工在陪谈室 我们等一下同工在祷告室 都在为什么呢 为了要来服事各位的 所以等一下呢 我要回答问题 最后为你祷告 我们还有人在为你祷告 要跟你谈 那你如果还不认识这一位神 你真的要赶快来认识 祂为你预备一切的一个恩典 是白白的 你如果没有祂 刚才所讲的这一切呢 都不是你的 你当然就会很无助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 你不应该还如此的无助 你不应该还不认识